大家好,我是阿柴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我们做wordpress网站的套餐 一个是5000的,一个是10000的 最近我们又推出一个新产品 和各位分享一下 那就是2500元的基础版 那这个2500元的基础版和这个标准版5000元有什么区别呢 最终效果的区别可能并不大 但是中间的过程还是比较大的 基础版的价格是2500,标准版的价格是5000 基础版工期是一到两周 标准版是一周起 他们两个做页面的数量都是一样的,五个页面 专业版是十个页面 下面开始有不一样的地方了 就是页面设计制作 基础版它是主题demo,原位替换 标准版和专业版都是主题demo加定制 关于原位替换和定制后面会详细讲 然后再往下走 他们都有公司新闻 他们都有表单提交 他们都可以放宣传视频 都包含后台操作的培训 都有管理员管理 比如添加新的管理员 都有站点图标 都有访问统计 CNZZ,百度统计,谷歌分析 随便挑一样 都有在线客服 像百度商桥 那种实时的live chat 还有whatsapp 做完网站之后 交负责资料也都是一样的 有网站原代码程序 还有数据库 下面开始不一样了 关于产品 前两个是没有的 这个基础款和标准版是没有产品的 只有专业版才有woocommerce 但是这个标准版是可以 加钱安装这个woocommerce 并且设置的 下面这个多语言网站也是如此 这个基础款是没有的 下面谷歌地图也是 标准版和专业版都是基础版的ICU 这个后面会详细讲 会有解释 速度优化 他们三个都有 但基础款它只有基本的速度优化 还有关于SSR证书 网站上线之后 技术支持的时间也是不一样 基础版只有一个月 专业版和标准版有一年 各位能看出点区别了吧 下面详细展开说明 关于原位替换的说明 因为在这个基础版里面 它是原位替换的 主要是页面设计 页面排版 wordpress网站 它的导航菜单都可以添加删除和修改 全局的页头可以修改标志 修改或者删除不需要的信息 全局页角也是修改或删除不需要的信息 首页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这类的页面 里面的内容都是原位替换 修改或者删除不需要的信息 网站布局色彩搭配都是不可修改的 那下面这个行呢 是页面自定义的说明 标准版和专业版 它可以定制 可以自定义 就是我们帮客户来自定义 这是标准版和基础版的主要区别 因为这个基础版 它出于成本考虑 使用原位替换原则 主要就是为了减少自定义的时间 就是我们帮客户自定义网站的时间 因为Wordpress网站提供了很多自定义的功能 比如颜色布局字体等等都可以修改 客户可以等网站正式上线之后 自己调整 自己去修改颜色布局字体 后面两个标准版和专业版 是在原位替换的基础上 还可以在主题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一些自定义 比如色彩搭配是可以换的 字体也是可以调整的 页头和页角的排版也是可以改的 页面的内容排版布局也是可以调整的 但是要记住一条 自定义的东西越多 花费的时间就越多 收费呢也就越高 这个具体看客户要求 因为这个标准版的价格是5000起 专业版的价格是1万起 具体咱们想改成什么样 先告诉我 我会评估一个价格 下面这一条是关于功能扩展的说明 主要是针对这一类功能扩展的 在基础版套餐里面是没有提供产品 没有提供多语言 SEO谷歌地图SSL证书等等 和页面一样 客户可以等网站上线之后 自己去安装这些产品 多语言 还有SEO谷歌地图和其他的东西 客户可以自己去安装和设置 如果是标准版和专业版呢 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功能扩展 以及尝试没有的新功能 我们可以去尝试 但是啊 扩展的功能越多 尝试的越多 花费的时间就越多 相对应的收费就越高 这也要具体看客户的要求 下面是速度说明 这三个套餐 它都包含速度优化的基础版 基础版包括什么呢 我们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 它快与慢 它是由很多条因素组成的 如果它慢的话 我们要分析一下 它慢的原因在哪里 如果是可控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把它处理掉 让它变得更快一些 关于速度优化的付费扩展服务呢 它包括但不限于缓存加速 还有memor cache的加速服务 这个需要服务器支持 像setground 还有宝塔主机面板 都提供了很多加速选项 我们都可以对应的开启 这个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每个站点的情况都不一样 下面说一下SEO的说明 基础版套餐是没有这个SEO的 后面两个有 关于SEO基础版 我们主要做的是安装并设置SEO插件 安装了插件之后 就可以修改页面的TDK 也包括文章的TDK的默认设置 还有图片自动ALT文字 这个懂的同学他肯定懂 如果不懂的同学可以跳过 还有自定义重定项 还有设置404错误页 还有文章 还有分类的这些目录结构 主要是URL相关的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生成sitemap.xml 我们可以把这个xml文件 提交到百度或者谷歌控制台 这一条是可选项 上面说了那么多的SEO的操作 但是我们是不对排名效果负责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接口 这些功能都设置好 用户可以去添写 去维护网站 去添加内容 但是具体以后排名怎么样 我们是不负责的 因为SEO的排名太复杂 它也不单是依靠站内修改点东西 排名就能上去的 当然站内修改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 下一条 次年的支持服务费 我们为客户做的网站 都是有技术支持的 等一年以后你可以让我们继续做支持 也可以不让我们做支持 如果做支持的话 需要对应的费用 一般都是渐占费用的10% 价格是500元起步 最后还有一个其他说明 上面的套餐价格是不包含玉米主机 以及主题授权的费用的 这需要另购 因为像这些东西客户很多都是有的 如果需要做多语言 第二种语言的费用是第一种语言的50% 比如英文站的价格是一万块钱 那么再做一个中文站 它的价格是5000块钱 这两个站点的网站结构 风格颜色搭配都是一样的 翻译费是令计的 我们在给客户做网站的时候 尽量会使用免费可商用的图片和字体 如果需要付费图库或者付费字体费用令计 关于新推出的基础款套餐的讲解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RXR 我们下次见